哈喽,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台1比7色的Lancaster 最近大家都在流行在讲这个议题 当然我们讲的不是超大型的1比3色那个Lancaster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比7色的review 那这一型Lancaster呢,它根据资料显示 它是我查的资料是在2007年的模具 虽然是2007年的模具 我开了一下,其实模具也蛮不错的 Mark 1跟Mark 3系列 那这台飞机呢,亮面的盒子 它的特点是它的Bombay 它的炸弹舱全开 可以全开展示里面的炸弹 然后它的这个整个发动机跟起落架是很具体的呈现 然后它的驾驶舱的部分呢,也做的还蛮细的 那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它那个 当然Lancaster最有趣的地方是它那个很有趣的基比 很基比,很有趣 很特殊的造型 那大家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架飞机呢,也蛮大的 其实1比72,40几公分长 也一张桌子啦,一张桌子 来,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啊 来,说明书 然后套件 然后它这个,这一款啊 有一个特点什么超级贴纸啊 超级就是很大张的贴纸啊 那其实就是这么大一张贴纸 嗯,就这么大一张贴纸 就这么大一张贴纸哦 Rulming给你们看一下 好,这带一张贴纸 所有的贴纸在里面 打仗飞机也不会很炫 主要是一些标志跟徽章有就可以了 一标板,一标板 贴纸,good good,贴上去就好了 收好,收好,收好 它的特点呢,凹陷 凹陷膜,炫,真的是很炫 凹陷膜,全部都凹陷膜 有没有锚定,有 有,那它的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那个Airfix的Lancaster 它的这个控制面可以调整什么 其实像这种套件啊 做起来已经很累了,很大台了 这种其实也蛮简单易做的 这个也很细 虽然是2007年的模具 其实2000年以后的模具都很细 两个袋子,但是板件有 大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九块板件 发动机 螺旋桨给两种 给两种选择 然后炸弹 然后机身 干净 凹陷,凹陷 凹陷,凹陷 然后透明件很多 那很快我们来看一下说明书 那review有个特点就是 比较这几年的新产品它会用彩色的 那像这个比较旧一点的 2007年的 就是黑白的说明书 里面有一些当 产品的一些简介跟说明 还有历史的一些回顾 有兴趣想可以了解一下 也可以读读英文 来,接下来看一下里面的说明书 其实很细的原因是在这 你看这是板件图要有 然后对板件 它的驾驶座 驾驶舱座的细致看图就知道了 然后包含它的 它的整个机内的座舱都有 这是它的没有 它没有pilot co-pilot 像B17轰炸机那种没有 它就是一个pilot 然后前面有炮手啊 然后后面有两个位置 你看这后面有两个位置 这个大概是 Navigator跟Bombardier的位置 一个导航 一个领航的 一个轰炸的 或者是说领航 然后其他的这个 我们讲的通信的 然后机务人员 来通信人 好接下来 它这个整个呈现的是结构 43颗炸弹 哇 很细啊 但是重点是在它这个 做完之后它整个结构 就跟飞机一样 有这个接的地方 就是飞机大 飞机虽然大 可是接起来做起来 不会软趴趴的 结构还蛮强的 其实我们最怕的是它那个起落架的地方 你看它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 它的机翼接上去的地方 这些都有这个 结构撑杆 那有的人很厉害 挺细的 挺细的 真的挺细的 review开这个模式 发动机 发动机 发动机整整讲了一页 接下来轮胎 然后起落架 起落架 嗯 然后重点 来了就是 数十颗炸弹 数十颗炸弹 然后炮塔 你看它的 它的Bound bed door 我们讲的 炸弹舱门可以关或开 你可以选择开 或者是关 然后里面放满了炸弹 然后它也有特色的这个垂直尾 尾部 然后机鼻的部分 非常的细致 步骤很多啊 这里 驾驶船就这样套起来 哇哦 嗯 凡卡斯特 嗯 不错 很有历史的 很有历史味道的一架飞机 嗯 你看 东西真的很多啊 然后它 记忆上一些细节 它有加强 这不知道是不是 记忆的锅链 嗯 哇哦 然后它就配上这个涂装 还有两种不同的涂装 两种吗 一 涂装其实差不多都是迷彩的 然后底部是黑的 哦 然后夜间轰炸 夜间轰炸 当时 夜间轰炸德国 几乎 两种涂装 细致 多 零件很多 多多 零件 根据官网的显示 零件好像也有 一百多个耶 这边怎么没有写呢 啊 很可惜这边没有写 我看 我是觉得应该有两百多个 好 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兰卡斯特 一比七色兰卡斯特 哦哦哦 好大 真的 和会还蛮漂亮的 啊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了